那刚刚我其实觉得这个也挺重的 你每天要搬多少呀 哦可能要一两百箱 哦那很辛苦 在体验的过程中 我了解到老板经营这家店铺有十几年了 每一罐干贝酱都是老板精心炫料 并坚持自己炒料的 原来我的拉花也可以展现出如此有个性的美感 好了吗好了吗好紧张 有一片小叶子看到了吗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呀 没有看错 这部影片我来讲讲我在这个地方体验打工生活的故事 这位大姐就是我的第一位导师 一走来她就开始给我讲解今天的工作 这个时候我对工地的了解还一无所知 只知道很危险 对然后如果上面要掉东西 我们尽量的就是 一遍一遍 对对对对 我以为洗十字会很轻松 哪知道我连一袋十字扳起来都觉得费劲 但是他们一天得扳好几袋 搅拌水泥 看着就跟搅拌蛋清一样简单 哪知道机器重得差点把我推倒 放松 哦哦我掌摩到了 哦 我以为推车子会很好玩 哪知道我推的东倒西歪 大姐推的剑步如飞 石砖她一天得搬一两百箱 我搬一箱都使出了全身的劲 这个最轻的 来搬上车子 那刚刚我其实觉得这个也挺重的 你每天要搬多少呀 哦可能要一两百箱 哦那很辛苦 我以为很轻的红砖一趟也是一百多块的重量 应该是这个红砖 哦这个应该是更轻的 可是这个一次肯定要运很多是不是 一百块 这些都是大姐平时的工作 看着简单 但确实不容易 我想说这份不容易不仅是体力上的 还来自于一份责任心 我们一栋房子都是要住几十年 对对对 然后你如果重新再给它翻盖 整修什么之类的 又会花很多钱 你要花一百几钱 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最基本的就是要保护它 对 这是一份一份责任在这里 第二份工作体验的是这家 卖澎湖特产的小店铺 一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炒料 上货和为顾客打包货品 我心里想着这应该比建筑工地轻松多了吧 不累不使劲 吹着冷气等着顾客上门就好了 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现在啊 像现在今天宅配的货都出去了 所以就等客人 每一客人的时候像我们刚刚已经包装货包装完了 所以现在就会比较闲一点点 现在就是等客人就好了 但和老板交谈后 我知道了老鼠斑是很名贵的石斑鱼品种 看这个就是澎湖的老鼠斑 这个这种这个鱼种在香港非常有名 哦真的啊 对 哎我们家之前吃的是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啊 海胆的捕捞季节是在七八月 所以它只有七月一号开始到八月三十号可以去捕捕 哦值允许在这一个月 对对这两个月 七月一号到八月三十 嗯 那那我前段时间我在澎湖有吃到一道海 那都是冷冻的哦 那都是之前去年的就人家弄起来 然后我好就是储存方式就比较特别一点 它本来真空放起来 所以它可以储存 原来干这一行 不仅需要对这些基础的尝试了如指掌 更重要的是一颗做好工作的心 在体验的过程中 我了解到老板经营这家店铺有十几年了 每一罐干杯酱都是老板精心选料 并坚持自己炒料的 看到为买了饮料 不方便骑摩托车的顾客 套上饮料袋 对宅配的货品小心翼翼的包装 保证顾客拿到手上都是完好无缺的 这些细节看似不经意 但严格来说都是对工作的负责 也是对生活认真的态度 然后再贴这个棒 这个纸上去就好了 再请宅配来收 这样吗 这个没有玻璃物就不用 每天宅配都会来收 这个明天就会来收走了 大概每天要做的事就是这样 一份工作体验 我以为我是来享受的 没想到一来就被安排进了工厂里面搬豆子 没错我来到了咖啡烘焙厂 这有多重 那边不重那边10公斤吧 原来豆子的生活条件可以这么好 会有空调就是温度跟湿度的控制 那基本上我们的豆子是吹18度C的一个温度 叶子长年这样保持18度吗 对对对对对对 那咖啡其实比人生活环境要好很多 是真的 因为我在家我都吹天风扇 豆子啊 比较不好 然后在风味上会有 瑕疵风味出现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它挑出来 那是我们自己一颗一颗的挑吗 是 我们用最传统的方式 挑 所以挑这一锅的话 差不多要挑一天 所以我们就不用睡觉了 原来我的拉花 也可以展现出如此有个性的美感 然后就拖一下 然后就拖一下 要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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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吗 好了吗 好紧张 好 好 OK 没关系 刚刚一出来就好了 对对对 有一片小叶子看到了吗 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琐碎且平凡的 认真工作就是认真对待生活的态度 尊重自己和他人 释放处理的热情和热爱 就能收获到快乐和满足 拜拜 拜拜